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共同 我是立法委员林家隆 这个星期包括加隆在内的 五位跨党派朝野立委 组成了台湾国会史上 投一招的立委游说团 前往波兰 代表台湾人民参加联合国 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UNFCCC的年度会议 也向世界传达 台湾对于加入UNFCCC的渴望 这个国会游说团的诞生 来自去年 加隆与14位立委 共同推动通过的提案 促成立院决议 成立这次前往UNFCCC的游说团 在这场年度会议中 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 非政府组织 专家学者 以及年轻学者 都齐聚一堂 讨论各种气候变迁的议题 包括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如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以及再生能源的最新发展等等 对因应气候变迁 找出最适的能源与环境政策 具有重大的意义 长期以来 加隆基于曾在联合国 相关机构工作的经验 以及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 对环境保护与能源使用的议题 一直都很重视 事实上 在全球气候变迁下的极端气候 也对台湾造成越来越频繁 与严重的灾情 在最近很受欢迎的电影 看见台湾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由于地质环境脆弱 开发又缺乏严谨的规范与监督 台湾已经成为极端气候 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因此参加UNFCCC 对台湾来说 更是一个与生存发展相关的重要课题 另外 马总统任内 虽然宣称争取到台湾参与 不少国际活动 但以今年稍早的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大会为例 马政府选择接受中国的安排 放弃争取观察员的身份 仅以来宾的头衔出席 既不能发言 也不能提案 对台湾并无实质的帮助 台湾需要的是 有意义的国际参与 加龙此行 肩负国会外交的任务 将努力在国际会场上发声 推动台湾 有尊严 有意义的参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 刚要公约相关的活动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